今天我们要来继续上材质方面的课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材质是玻璃 很多材质你可以用颜色调得出来 但是某些特性的材质你是没有办法用颜色就调得出来 比如说玻璃或金属光泽 这种东西其实不只是颜色 它的材质相对复杂一些 今天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玻璃最关键的设定 是在它的烙设 玻璃要做得很像 你需要花一大段功夫去调 但是其实你可以用外部的材质直接引入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今天告诉各位一个最简单 调起来像玻璃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玻璃球 所以我们先进入blender之后 为了要做玻璃球 所以我们新增一个球 然后把它平滑化 接下来请你选择material材质的这一块 然后选择transparency这个把它打勾 选ray trace 在flash nail绕色这边 从1.0把它改成5.0 OK 改完之后你就得到一个玻璃球 你帮它加一个平面 看起来会觉得好一点 但是你觉得 你会觉得这个玻璃的玻璃球非常的透明 透明到不像真正存在的玻璃 比较像泡泡 OK 那你打一点光 OK 会有反光出现 这比较像玻璃一点 因为刚刚那个是比较暗 那这比较亮 但是这个亮起来的感觉 你还是会觉得它的透明度也太好了 那不过暂时我们先做到这样的玻璃 那这个很简单的玻璃的方式 我们来做一次 所以我把这个删掉 然后我按shift a 加一个uv sphere 当玻璃球 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隔状 隔状的玻璃球 如果我不喜欢 我就把它平滑化 当然你也可以弄隔状 隔状有时候有它的漂亮的地方 那平滑化之后呢 我看到的是平滑的玻璃球 OK 但是呢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 我选材质这里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原始材质了 所以我必须要new一个 new一个材质之后呢 我把这个材质稍微命名一下 material.glass 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大致上 你都不需要调整 只要调整这个 transparency这边 这边呢 有一个red trace 光机追踪法 那这个光机追踪法 你把它调到5 那个flash nail 就是绕色度等于5 OK 那这时候你再按那个12 你会发现说 它的玻璃球感觉有出来 但是问题是背后都黑黑的 实在是看不出它的质感 所以呢 就是和shift的a 加一个平面 把它拉大 那我们选正面模式 OK 而且我把它的perspective 调整horskona 然后呢 我让这一个球浮在上面 OK 那 球最好是跟面接触一下 比较好 好 那再按F12 那你会发现这里还是黑黑的 那因为我们的这里 没有给材质 所以我给这个平面一个材质 那你可以乱给 就给一个蓝色就好 那这样你会发现 这个材质变这样 可是这样其实不太好看 不好看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个你没有打灯 所以 那按shift d 就是只有一盏灯的话 它的亮度是有问题的 那按完之后呢 我选top模式 然后把这一个灯 用三点打光的方式 那这样你看起来会好一点 那如果你觉得 这个平面就单纯只是一个 紫色的不好看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就是材质下载的这个地方 去选这个CG材质 然后找一张图来贴 那以 刚刚的应该算是桌子而言 应该贴木头材质 所以我去找一张木头材质 然后选这个 Mindwood 就是比较质感好的木头 然后我就选这个第一张 选这个第一张 我按另存影像 回这里 好 那我把它放到 Blender Homework 这边存起来 我弄一个叫做 Glass Bowl 就是玻璃球 然后我先把这张图放进去 接下来我回到原本的这个画面 那我在材质这边 不对 我先选这里 我在这个材质 这现在是Material 那地板 地板 选它的材质 拗一下 选 Image Movie 然后呢 我们去选 刚刚的那一个 这边 Glass Bowl里面的这个Wood OK 那我现在这样子 它的材质就贴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变成这个模式 好 那这个材质 跟玻璃搭起来 你会觉得玻璃好看一点 不像刚刚的很单调的感觉 OK 所以这样子 你就有一个玻璃球放在桌上 当然它没有调得很好 所以它的玻璃其实 有点太透明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 告诉各位这边去做出 其实不是做 是用别人的 已经调好的东西 那你可以 像这个木头 其实它是面板 如果你弄成球状 你会误以为玻璃是这个 不是哦 它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指你现在选的 这个物件 它的材质 所以我们应该是选平面才对 OK 好 这样子我们的玻璃球就好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也做一个玻璃球上去